小女生被男性网友欺负的事件经常听说 而现在暑假才刚刚开始就有人送掉了性命 网络名人朱学恒今天语重心长的表示 课堂上应该要教导青少年如何应付网络交友 可能碰到的各种情况 他也建议青少年跟网友见面的时候 必须找朋友陪伴 而且一定要在公共场合 16岁的陈同学和顾同学 在暑假期间休闲的时间变多了 最喜欢上网交朋友聊聊天 会不会和网友约出去玩呢 顾同学他这样说 等到很熟吧 就可能除非他跟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之类的 才会跟他出去 问题是网络上的资讯真真假假 很难分辨哪些是实话 而经营网络部落格的朱学恒 他说很多家长和老师 都把网络交友视为不正当的行为 因此青少年欠缺足够的知识 来应付千变万化的网络世界 网络从林法则 其实应该要纳入课程的范围里面 而且确实要让学生有实习的机会 不管是演行动剧 或者是演状况剧 或者是实际在课程上模拟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这类于儿童和少年免受侵害的内心基金会也指出 父母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况 而年少的朋友也要学习保护自己 跟网友见面的时候 他一定要是可以找朋友一起去的 然后或者是要告诉父母亲说 他跟朋友然后留下那个联络方式 朱学恒和内心基金会不约儿童的指出 和网友见面一定要约朋友结伴一块去 而且一定要在公共场合 不要吃别人给的饮料和食物 而如果意外发生的时候 要冷静拖延时间 并且刺激求救 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记者黄佩山 陈兴隆台北报道